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蔡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明乐 在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亢奋之下 其实尾盘有出了一个乱子 台积电是从平盘变成跌7块 所以说1万8失额 得额负失 蔡老师早上跟你讲说 今天的战略目标就是要站上18006 各位尾盘竟然没有办法顺利站上 你很意外 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 为什么会这样 1万张去打2330的台积电 当然唯有利空你才能够测试出 这一档个股未来会不会大涨 不管你信不信 而不是一昧的盲目去追高 蔡老师今天准备了非常多 对你有帮助的内容 希望你仔细聆听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希望疫情赶快结束掉 昨天说本土确诊才两例 而且还是都是隔离中的一个旧案例 这挺好的 希望今天继续加油 封关日那一天 蔡老师跟你讲走进新时代 回来这是虎年 投资不可以再委屈 为什么投资可以不用再委屈 因为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就看得懂盘面上 给你传达的讯息 所以你从此不会再 做追高跟杀低的动作 不要人家人云亦云 通常都是失败的成分比较多 蔡老师持续的早中晚 服务着各位 守护着你们 有任何难题都可以尽速的 跟蔡老师这边取得联系 我一定给你及时救援 来 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虎年 扶虎伸风 对不对 才能够行稳致远 借用一下金管会主委的话 非常好 不要投机了 封关日1月26号 当天其实收低跌26点 大家情绪非常的不好 封关日那一天 怎么政策没有办法 把它逆转呢 都听到了 所以这一次在开红盘之前 你看前一天新闻不是满天飞 各大部门全部都在讲 说这个11天的一个年假 估计股市不错 照道理应该反应 这不是下指导期 什么叫指导期 但是我是不是昨天跟你讲外资还是卖 外资不会听话 外资谁在理你 外资是搞华尔街出来的 他们是在坑杀人的 他不会在理政策机关 所以你看昨天外资还卖64亿 抓起来打屁股 各位 但是我也告诉各位 你不用怕 虽然在1月26号封关日 跌到17623 但是蔡老师依旧认为 这一波的一个回档 各位 卖要减轻之外 17700 X线 有没有 1月26 是不是 我都跟你讲在前面 我绝对不是其他同业 那种事后的一个什么 一个节目 你一看你就一清二楚了 来 昨天开红盘 2月7号 真的 17700 铁板 对不对 涨到多少 17900 昨天涨了225点 为什么 因为蔡老师跟你讲 站上17796 油空翻多 对不对 今天要来挑战 这个1月26 1月21 对不对 那昨天 外资卖了64亿 还是卖 对不对 投信 正侧面的一个买盘 持续买 对不对 自营商 昨天 卖不到10亿 17天来 卖得最少 很漂亮 重点是融资回来 融资 连续15天的减少 减少了 将近300亿 昨天增加了25亿 姑且不论 融资是当充 或隔日冲 就是说隔日冲的一个什么 一个成分 我们姑且不论 好不好 反正就是有买盘回来了就对了 所以今天2月8号来各位 台股持续的开高震荡走高 最高的时候好像找 涨超过146点 最高的时候18046突破 好像1805几吧 等一下再来看 但是你看 来 你看我写在这里都没改 好不好 你如果没有最后一盘 你还以为说会大涨 没有啦 尾盘才涨66点 18006有没有赞上 你看蔡老师画这个18006 1月21号的开盘跟收盘 相加除以2 18006 宝宝辛苦一下 尾盘没有赞上 来 让大家看一下 17966 你看看 是不是都讲在前面 各位 我盘中的YT YouTube 就已经传上网路了 你自己去看 所以你看蔡老师这个节目 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很多 那关键在什么 因为外资的心态扭转不过来 不然你以为1万张难道是政府 八大行户在卖 不可能啦 对不对 所以外资今天 又不晓得在搞什么阴谋了 晚上我再给你看一下资料 那美元你看近期在跌 照道理台币要升 昨天是不是升不起来 那今天早上的一个美元 说实在的 也反弹不上去 对不对 但是你看昨天外资卖了64亿 也是影响到汇市 所以这不是股汇起氧 汇市还在扁 你看昨天虽然升值 马上扁到27.8 今天也一样 今天哪有什么升值 在平凡不进而已 这不合道理 但是我也告诉各位 不用怕啦 外资啊 有时候他们会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跟 券商之间互赌去借券 他压现货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可能那一些美系外资 他可能也感受到政策要做多 所以说他去压低 赶快补一补 然后后面就发报告 说看好台积电 看好什么什么什么都会出来 你不懂 蔡老师会来引导你 所以说未来新台币 是最强的占有 台股要涨 新台币当然要跟着涨 不然的话 现阶段就是在做一个调整 总而言之 宇宙中是没有天花板的 你一定要正面肯定 上了丰盛号 蔡老师就一路 带你航行到海王星 征服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不要去预测指数 预测指数是最傻的 你看看多少人在预测指数 还有办法预测指数啊各位 连下一秒出现什么事 你都不晓得 还有办法听人家讲 这会来到多少点多少点 各位了解产业吧 其他都是在乱吹牛的 产业才是不会欺负你的事 所以用产业来选股 才有办法正面迎战 所有的多头的机会 空头的陷阱 你都可以顺利的克服 来 1月26封关日 对不对 蔡老师晚上 你看全台湾我最认真 我跟你讲人保 1月26 对不对 尾创广达 音业达 人保 合硕 1月26嘛 跟你讲什么 现金派发率 9成 5成 87成 5 7成 4 连续4年 各位是不是 全市场 应该没有比蔡老师这么认真 盘中来指点你 盘后1点半最及时的节目 包括礼拜一到礼拜四 晚上6点57分 那你看看今天的人保 来 你看看 是不是明天要来突破 2.7 25.7 各位你自己看嘛 这样不就验证就好了 是不是 你再来看看 那昨天新春开红盘 我是不是跟你讲 新复发 现金殖利率 你没有看到 昨天是不是2月7号 是不是 长虹远雄 新复发跟华固 对不对 是吧 营建业的F4 派发率 9成 4 前年2019年 112% 更离谱的是2017年 你看 拿资本公积出来发 你看 207% 难霸天 各位有没有 所以你看看 今天2月8号 是不是持续涨 你不用去管大盘涨跟跌 你要挑对好股票 你再来看看 我跟你讲的连强 各位 1月26的一个连强 你看也是压抑 创高之后压下来 我依旧跟你复习一下 来 各位你看看 现阶段全市场 包括外资系统 跟内资也一样 挑的股票 一定要进可空 退可守 防御大概要占6成到7成 各位 安全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 我当时跟你讲连强 1月12号 连续4年的 有没有6成7 6成3 5成 5成9 有没有看到 是吧 EPS跟现金股利 派发率 有吧 跌 676 连强大连大文业跟至上文业更早 64块都涨到90块 对不对 你看一下连强昨天 不断新高699 对不对 那今天的一个连强 709 各位 166亿的股本 来 再来看 我跟你讲 双红的时刻 双红是169块 双红跌2块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整个的一个什么 产业面的东西 你都没有办法了解 我告诉你 双红的买仅 大跌 对不对 齐红 双红 立志跟泰塑 就是这个散热模组 有没有看到 双红到今天 再创波段新高 237 对不对 好来 跟你讲什么 茂连 跌9块的时候 跟你讲茂连 对照的是特斯拉 对不对 产能充高 是不是 254的茂连 你相信吗 华城 建核心 台达电跟茂连 电动车充电族群 茂连到今天 2月8号 317.5 波段新高 各位 是不是 好来 东刚 1月2日 封关前的那一个礼拜一 晚上6点57分 东刚 675 有没有看到 有 好来 东刚 一样 这是你看 4乘2 8乘6 136% 81%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所以你看 钢铁 钢筋族群的 东刚 海光 风心 跟威智 各位有没有看到 有 东刚今天2月8号 再创新高729 是不是 73亿 有没有 今天 1月份 营收创新高的股票 有12档 我在盘中跟你讲什么 我在盘中跟你讲 资源 为什么 你说老师 12档为什么要挑资源 我说有时候你们不会用资料 为什么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倒不如跟在蔡老师旁边比较安全 有时候好的资料你也会把它当垃圾 你不会好好用 那真正的一个什么 好的资料你也要得心应手 为什么我说要留意3035的资源 你看看 资源从一早9点到10点都在盘下做洗盘 10点之后开始往上拉 蔡老师跟你讲了 而且我是10点45分跟你讲对不对 拉到涨停 从涨4%变成涨10% 对不对资源 有没有 然后关键在这里 底部成型 有没有看到 而且它是创新高后的拉回 整理了一个多月 配合原月份营收 这样供上去 结束整理 同样的我还不止跟你讲资源 我讲的都族群 会带动创意 3443 创意有没有涨 你再去想一想 为什么能够这样的一个联动 其实这才是你应该要跟随的方向 所以我在那边跟各位讲 美国股市跌有没有要紧 各位 升息有没有要紧 我觉得你应该去烦恼 你手上的股票 它的企业前景 你看不看得到 它有没有真正的营收跟获利 我觉得那才是你持有这档个股的重要的关键 其他参考参考就好了 好不好 唯有坚持你才能看到 后市台股再创新高的一日 不是 跌的时候就觉得要世界末日 涨的时候就觉得说要飞上天 永远都没有赚钱的命 好不好 心平气和的面对整段的行情 跟着产业走 投资才能够长久 蔡老师所有的一个产业的东西 包括节目内容 YouTube Lite TG网站 欢迎你自己加入 都是公司的一个什么 一个名称不是用个人的 好不好 YouTube直接搜寻品峰 点击订阅开启旁边小铃铛 好不好 早中晚的视频 就会准时出现在你的手机上 所以咱们跟各位说 你不要低估产业选股的力量 今年 虎年更要了解产业选股 过去 已经过去了 未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准没错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乐 更多操作策略建议管 后来继续 请蔡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言行邦那把时间交来蔡老师 好的 感谢明乐 刚刚跟你讲到重点 营收陆陆续续公布 但是今天已经是2月8号 那怎么办 2月10号 这样才12档 各位不对 因为我们过年 所以说这个金管会有讲 各位 到昨天为止是12档营收创高 可以延到下礼拜一 2月14号公告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希望多多益善 好不好 因为唯有产业 转化成营收 这才是你要的 多空一点意义都没有 除非你是玩期货的 那你与其玩这个期货 倒不如去玩这个 比大小 对不对 人家那个香肠摊 各位对不对 不然有可能超涨超跌 你一样完全的没有自治能力 一定会输得一屁股 因为人家有可能 把人觉得空单多就给你 给你怎样 给你拉高 让你去回补 所以一点意义都没有 各位台股多空无常事 做股票的你要了解产业 你不要被多空洗脑 产业选股才有办法见真章 各位懂吗 所以说利空才能够测出这一档个股 会不会大涨 信不信由你 不要一天到晚 看利多的时候去买股票 各位知道吗 利空汇集才能够测出价值 2303的联电 各位 封关日算是最差劲的 其实跌了快7% 一开始的时候跌了8% 尾盘大概跌了7% 那你要廉价这个台湾股市大概影响了7个交易日 其实算一算联电的ADR跌不到3% 但是你看这个现货它跌了7% 这谁在灌 外资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一定是外资刻意的去灌杀的 一定的 各位你看看 1226 这一定是借券之后去杀现股 各位 你看看 10万张 1226 好 那重点是法说不好 很好吗 很好 第一季营收还要再创新高 奇怪 那为什么会杀成这样 所以外资可恶吧 可恶啊 你再来看看 你看来看看这里 资本支出 这大家最重视的 今年要调高到30亿 对啊 而且设新厂 都还有人家 大客户拿钱给他 预收款项 这等于也算是做免钱的生意 各位对不对 我先收你多少钱 后面出货多少给你 一模一样 各位 所以你看到昨天联电是不是一样在下杀 在探底 我跟你讲 起码要短底 对不对 你现阶段出利多没有用 你短底三日内不破底 配合利多才会反转向上 所以最漂亮应该就是礼拜三 对不对 那你看到2303的一个联电 昨天外资也没有在追杀 才卖不到三万张 投信吓出一身冷汗 亏投信还买台股26亿 对不对 吓死了 关股都在买 投信吓死了 好来 今天2月8号联电 只跌 而且蔡老师盘充还跟你讲联电 那时候联电也长不太动 长两毛长三毛 尾盘呢 导播辛苦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联电能够拉尾盘2303 为什么 你说老师 哈利波特的比点一点不对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来成熟制程 你看6770利基电 那你买干嘛 长下影线 坐到利基电的一个手上 你从利基电你就可以看出来 各位要止跌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对吧 所以你再得出一个结论来 当初我跟你讲台积电龙台统 你都不相信 那是去年8月25号 台积电要涨价 对不对 涨两成 今年1月3号新春开红盘 我再跟你讲台积电 当天涨16块631 没关系好不好 反正这也大家的命嘛 如果你前一天就是蔡老师的一份子 你就不用去涨16块了 对不对 懂意思吧 世界台积电力基电联电 台积电1月5号涨到669 再来我们创高 营收来推升 创新高 1553亿 我是不是预估1546亿 误差7亿 一样创新高 完全的 也不能讲说百分之百 但百分之99.5应该跑不掉吧 所以你看台积电1月17号 688历史新高 我还告诉你说这里是卖点 不会有这种节目对你那么好 所以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谢谢台积电果然龙抬头 买也告诉你 卖也告诉你 你还要怎样 今天台积电 来 你注意 昨天台积电是这个 昨天没有出联电的好消息 出台积电 说台积电去咬苹果 今年大补完 好那来了 下沙当中有没有短底 你看看 昨天台积电没有短底 他出这个力对我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今天的尾盘最后一笔 再灌杀7块 我是觉得 可能把最后的符合杀一杀 从688跌到今天627 对不对 也跌了快60块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 这不是637 是627 是不是 688 什么时候买 听蔡老师的讯息 就像联发科一样 来你看看 是不是有短底的讯号 好来 天机9000 高阶的 AP 手机处理器 对不对 跑赢了 高通 会不会涨 当然会涨 来 是不是 那你说老师要昨天开高走低 没有关系 外资买最重要 有没有买 有 这都蔡老师事先跟你讲了 你现阶让看这些数据 完全的一个印证 所以你看看联发科 一样维持一个多方控盘 有没有 我再来跟你讲说 这个盘是 金融股绝对是重中吃重 因为政策影响得了 所以开发金昨天讲了 三大法人都买 今天公到19块3 距离1月14号高点 0.35 只剩0.05 今天晚上蔡老师还要讲一档 官股的金控 听说大涨 晚上记得收看 就像是我跟你讲的2382的广达 你看看 1月份面对了一个什么 国际股市的多灾多难 它有跌去哪里 今天还不是来到941 高点呢 96不到2块 南电今天才是关键 对不对 法人感兴趣的是这个 不是航运 也不是什么航空 因为那个融资增加的都是市场派 法人会避开 希望你们匆匆的都赚钱 好不好 不要得出一个数据 哇 去年做当冲赔了439亿 好不好 希望你们做当冲 做隔日冲都能赚钱 好不好 不要变成人家的一个什么 刀板上的一个什么 一块肥肉 南电你看 短底出现了 紧缩 率先公布 原月份营收双针 紧缩 也是短底 我最看好的星星 一样有短底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这边才有跟各位说 要了解产业 对你的帮助是影响你一辈子的 所以YouTube Lite TG网站 你都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把它加入 屏风屏风大中华 好吧 YouTube直接搜寻一下屏风 旁边公司的logo点击订阅 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这样早中晚的影集 就会准时的传送到你的手机上 你就可以收看到最正确 对你最有帮助的产业东西 所以老话一句 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才有资格见真章 不论台股走长多还是短线震荡 都要认真寻找会大厂的股票 唯有这样 今年你才能够怎样的结局 才能够俯虎身风 行稳致远 有需要帮助的老话一句 枪在手赶快来跟着蔡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乐 感谢分析的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 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节目参考 做正义道独立判断省盛评估 并支付投资风险 就让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